这是地球上一个看似虎虎虎虎的城市 再仔细看看 居然是一位男子平躺大地仰望星空 大唐盛世 中国最有灵气的诗人李白 在这里开启了他二十余年的青葱岁月 雪玉神山奇珍异寿 富与他浪漫的想象 四海通达八方莱克又带给他强烈的暴国理想 而当他暴汉辞世千余年后 这里居然真的铸造出了他诗中的倚天剑 把他的瑰丽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四川绵雅 作为李白的故乡 他究竟有何特别 蜀国多仙山 你将看到这样的景象 海拔五百米 漫山遍野的心仪花海 将村庄装点成世外桃源 海拔一千五百米 这是植物界的大熊猫拱铜 海拔两千米 北川驴体草 这可是新物种 海拔两千五百米 四川灵牛 哎 还有野生大熊猫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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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都是 海拔三千米 看 是果鸟皇后绿尾红质 海拔四千米 庆然有雪山神兽雪豹 海拔五千四百四十米 我们已经到达了小雪堡顶 群风插天 一片苍茫 从小雪堡顶到海拔三百零七米的最低点 绵羊高差超过五千米 相当于52座月王楼叠在一起 是中国海拔落差最大的城市之一 这也让绵羊成为一支巨大的温度计 囊括了除了热带气候以外 几乎所有的气候类型 因此 众多奇珍异寿得以在不同海拔开party 来 猜猜这场party中到底有多少只大熊猫 418只 相当于全国每五只野生大熊猫 就有一只夹在绵羊 当之无愧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多的城市 绵羊的仙气滋养出的不只是万千生灵 还有一位天生浪漫的少年 从少年时起 李白就走进这片神兽出没的仙山 寻仙问道 活脱脱一个道家仙堂 仙字也从此贯穿他的一生 但是若干年后 当收到玄宗皇帝的召见时 他欣喜若狂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仁 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李白要做的事求仙 却不必适 甚至是要入室报国 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因为家乡绵羊 让他看到了另外一面 绵羊境内巨大的高差 把西南东南两大气风拦紧于此 积云之流 丰沛的降水让小溪化成瀑布 化成湖泊 化成江河 从高深峡谷披入万岛平川 直至汇入分析于川中腹地的浮江 世外的仙山居然塑造了入室的大江 而陆地上 金牛道 鹰平道 两条鼠道 翻越秦巴山地通往成都 是陆两大动脉交汇之处 古代绵州城 今天的绵羊场就此崛起 如果古代有大众点评 那么绵羊一定往上有名 优越的交通条件 让它成为热灵者 车水马人 八方福臭 战时 这里是刘备的打野区 诸葛亮的兵营 蜀国的基地 和平时 这里是文曲新的书房 司马巷楼的后花园 文人默克的打卡点 唐太宗之子李珍建起的月王楼上 帖子多达154片 是中国诗文歌府最多的名楼之一 而神器 财器 喜气 灵气 也纷纷在绵羊汇聚 这是一匹黑骏马 而这是78匹黑骏马 再加上若干为骑手 一个豪华版黑骏马一仗队诞生了 这是绵羊的神器 凤鸟 西王母 玉币 树干 叶片 铜钳 组成高近两米的神术 摇动一下 钱就像雨一般落下 这是绵羊的财器 以肚为虎 张口吐舌 绵羊最早rapper 打鼓的 伴舞的 还有气氛组 以及一时找不到节奏正在挠头的朋友 欢迎来到两千年前绵羊Life House 这是绵羊的喜剂 此外 如果你拥有一千零四只手 怎么摆放才不会乱套 像这样 五百多年前绵羊人把他们像扇子一样 依次伸展 层层叠叠 请注意 这可不是一般的千手观音 而是由一根高达九米的巨大楠木精雕而成 这是绵羊的灵气 而这片土地上 不只有鬼斧神功的造像 还有千古一遇的灵魂 作为交通要道汇聚四方的绵羊 让少年李白早早就开始接触广阔的外部世界 激起他定国安邦的雄心壮志 于是他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离开了折服二十载的故土名阳 他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但现实却是一次次碰壁 一次次消灭 痛饮狂歌 空度日 飞扬跋扈 喂水熊 仇刀断水 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 最终灌溉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 一位笔落金风雨 尸成弃鬼神的诗仙李白就此扬名 而一个安德倚天剑 跨海斩长经的豹国李白却沉寂了 那么 倚天剑真的无法锻造吗 李白跨海斩长经的梦想 能实现吗 千年之后 绵羊有一群人决定将他的梦想变为现实 为天下铸剑 为苍生藏剑 为家国亮剑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上万名工程师 科技人员 开始向绵羊秘密迁移 干惊天动地式 做隐姓埋名人 直到很多年后 他们的视野才向世人揭开 中国唯一核武器研制基地 他们看中的 就是绵羊兼具山高谷深与四方通达的便利 在绝佳的地方 修炼绝世武功 如果绵羊被写进金庸的小说 那么应该遍地都是扫地僧 这里有二十家科研院所 二十五点六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平均每二十位绵羊人中就有一位 也许在你身边端着碗筷吃肥肠 缩米粉的 很可能就是一位正在公关最尖端技术的科学家 当粒剑已成 绵羊又以此为基础 铸造出更多的粒剑 那是 而绵羊人更用科技制把粒剑 把自己的生活打理的简单粒 巡警遛着电子银 市民坐着无人驾驶公交车 但这里的人 并没有因为尖端科技 而变得不接地气 万个天铺就登场 明月光照亮故障 从大量穿越到绵羊 旧旧旧旧旧 三江半岛城市里的海 南河温阳开卖火力全开 像海湖边躺晒节奏别停摆 Countryside在绵羊就这么痛快 宫廷北方 安舅脚鸭测 老标记忆 同穿好斗尺 天津全卫 自同乡乡 一碗香酒 最矫情红堂 十九霞靠 武林风靠仰 南墙北调 这里人群来自四方 五五四海 美食是最大的宝藏 白马跳超概 神秘又精彩 北川抢脸 没见过的daylight 鱼银场划线 美羊超越训练 攻守一年间 出手才经验 比赛非终点 人生真是悬念 走过车圈 才懂逍遥在人间 孤儿降初冠美酒 鱼儿同宵万古愁 一百听了也得喊身边 Yung Santo Bisern先自由 Bisern先自由 给绵羊赏透 赏透 比神仙自由 而屏幕前的你 也试试会认识这里吧 锦绣天赋 安逸四川 安逸四川 青睐绵羊 来吧 试试说走就走的机票价格 落地绵羊 试试十多分钟 就能从机场到市中心的丝滑感 开上九棉高速 看看丛林秘境 高山雪原 杜鹃花海 没错 李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浪漫的火种 点燃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而这座城市 也为李白续显了未完成的壮阔史诗 而这就是绵羊 一座中国最李白的城市 《大地产城市》 by bwd6